俄罗斯的国防部也发表声明表示 俄军针对乌克兰南部奥德萨附近 有一座军火库发动了飞弹攻击 摧毁美洲还有美国和欧洲国家 运交的大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同时在声明稿当中也说了 这起攻击是俄军利用飞弹攻击的 22个乌克兰军事据点之一 这当中包含了伊里奇奥卡夫 还有克拉莫托斯科附近的三座武器 以及弹药库 声明当中也说了 俄军的战机也空袭了79个乌克兰的军事据点 这当中包括了16座的武器 还有燃料库 好国际的形势告诉大家 是联合国秘书长将会在下周到俄国 还有乌克兰分别和两国的总统 以及外交部长面对面来讨论当前的危机 好当然现在希望能够尽快 为两国之间带来和平 还要来看到 而是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的投票举行 在即寻求连任的总统马克宏 22号罕见的宣布 将会向乌克兰提供 155公里的凯撒自走榴弹炮 好先前马克宏曾经遭到指引 军援乌克兰的力道不够 现在显然有意在投票前 能够扭转外界的印象 并且呢 借此来对照出极右翼的国民领袖 联盟领袖马林雷鹏的亲额立场 还要来看到根据CNN的报道 现在美国把大量的武器送到了乌克兰 美国很难追踪去向 我们来听一下杨永明老师 他的分析 他认为说呢 现在已经有迹象显示 乌军大量的消耗美国的军武 就怕跑到敌军手上 乌克兰一天就打掉了西方给他 美国给他一个礼拜的 就是说反装甲的标枪飞弹 所以呢 也就是乌克兰其实是这个 这个等于是说 完全的武器使用的这种大放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的这个使用 是真的都在战场上用吗 从这个报道延伸就出来 许多的了解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追踪 他也没办法去深刻的这个去掌握 到底这些武器 是不是真的在战场上都用了 因为过去 2014年到去年 其实那个顿巴斯战争 一直不断的就是在这两个 这个两个州 实际的控制线范围之内在进行 最早期的时候死了 一万四千 一万五千人 但后来就持续的是有一些 这种相互的对抗 那也来自于2014年之后 美国其实也帮着乌克兰在做备战 在训练 在提供武器 以及在做演习 他们也发现到 很多东西其实到了这个前线 也就是乌冬的这个 这个卢干斯克 对内斯克这个前线之后 这个前线 当然已经不是现在的这个前线了 这个前线当时 其实更靠近只有 那两个州的三分之一的地方 现在大概差不多 卢干斯克已经是百分之 这个百分之六十以上 对内斯克是百分之九十都被俄罗斯占领了 但那个时候他发现到就有一些武器 其实不见了 后来发觉到在对方的手里 那因为你要知道在乌东 其实军队也许是乌克兰 但当地的人民很多是亲俄的 讲俄罗斯语的 甚至本来是俄罗斯裔的 他们也持续在这过程当中感受到 就来自于乌西或者是说 比较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 比如说亚述营的人的一些这种 类似像是迫害 或者是说这种歧视 所以乌克兰里面 本来就是一个两个平衡 但是从2014的颜色革命之后 就是米洛塞维奇被赶走之后 他就完全失衡 失衡的时候 你现在在乌东进行这个战争 你当然就很难去避免说 你这些武器去哪里 不过我稍微补充一下前面 我觉得用这个萨尔玛特跟这个M22 两个意涵 一个意涵当然就是核贺阻 这很清楚 因为在其实开战之前 他就曾经做过三位一体的 核打击的这个演练 也就是来贺阻美国跟北约的 可能的直接的军事的介入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武器 跟西班牙 比利时这阵子武器的提供 都在这个提升层级 往这个大型武器重武器在走 甚至现在最关键的是运送 现在为止都是乌克兰的飞机 跟这个火车跟车辆在运送 然后这个俄罗斯那边 能打就把它打下来 可是接下来会不会由西方 直接运送 虽然也可能某种程度的这个掩蔽 但是这个就变成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他要去嚇阻这个东西 这等于是你北约参战 因此我就告诉你 我还是有这个核贺阻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某种程度到现在为止 已经今天两个月了 对 俄罗斯的的确确不像是以前 那个超强的那种军力了 也有一点被人家看穿的一些 他至少在地面部队 跟水面舰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必须要展现他真正强的实力 特别是在核子贺阻的这个能力上面 那这个能力他做这个时间点 而且是最重要的 他如果做其他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做那个最凸显的 一万八千公里的 然后再重可以 可以五马赫到六马赫的 一个蛋可以把法国打掉的 对不对 那个图22其实以前 1970年代开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了 24号在基辅和来访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国防部长奥斯丁会谈的时候 乌克兰希望争取到 美方提供重型的武器 这对于乌克兰最终能否夺回 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至关重要 好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指出 泽伦斯基还警告 倘若俄罗斯摧毁受困在 围城马利波的我方人员 或者是新占领乌克兰领土 举办公投创立更多的分离共和国 那么基辅当局将会退出 和莫斯科的会谈 进一步呢 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日本的外务省 22号这一天公布了 2022年新版本的 外交蓝皮书 反映的是日本政府 对外国情势的见解 还有外交战略 在这一份 这个外交蓝皮书当中指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是威胁世界秩序的历史转折点 同时也一改在先前 比较温和的态度 因为19年来 再度把北方四岛 称作是遭到俄罗斯 非法占领的日本固有领土 显示出现在态度日趋强硬 俄战争开打后 日本跟随西方脚步 多次实施经济制裁 俄罗斯也不甘示弱 接连在日俄争议群岛的 北方四岛 实施超过千人的军演 甚至在日本海 试射两枚巡弋飞弹 警告意味浓厚 而日本在敏感时机 公布外交蓝皮书 日本2022年度 外交蓝皮书 一改过去的温和态度 明确地把北方四岛 列为被俄罗斯 非法占领的领土 而这也是2003年以来 日本官方首度使用这种说法 蓝皮书上也指责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是威胁世界秩序的历史转折点 强调要透过制裁 让俄罗斯付出高昂代价 只不过日本 目前也因为制裁出现压力 日本大动作制裁 却鼓了捕捞鲑鱼和尊云的渔民 因为许多渔群 在俄罗斯的河川生长 日俄两国每年都会进行 渔业谈判 决定鱼货量等捕捞条件 但今年俄乌战争影响 导致谈判延后 再加上日本大动作制裁俄罗斯 也让谈判频频触交 最后经过11天的交涉 终于达成协议 渔船得以在5月 开始实施捕捞作业 让渔民放下心 不过水产省也强调 这次谈判只是针对渔业合作 对于其他的经济制裁 仍没有妥协的意思 外交蓝皮书虽然提到 大陆近期在东海 以及南海动作频频 形成外交保障上的安全疑虑 不过也表示 大陆对于日本而言 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一 建立具有建设性 和安定性的日中关系 相当重要 至于美国 蓝皮书也再次重申 美日联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都还要强大 之后也会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 和应对能力 以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 记得廖安宇综合报导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素 好几宝气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